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准备点青菜擦到根部 然后清洗一遍 洗净以后放一边备用 切点蒜片和生姜丝 切点葱段 将好的面条取出来过一遍凉水 然后将它抖散 抖散后把水倒掉 面条里放进食用油搅拌均匀 将面条放到蒸锅上 盖上盖子 再沾5分钟 5分钟后 关好待用 切锅烧油 倒入鸡蛋液 炒熟 炒熟后 断碗待用 锅中再次放油 宝葱将蒜炒香 再加入青菜 翻炒一下 放点食盐 白糖 生抽 鸡精继续翻炒 再加入面条 翻炒一分钟 放点老抽 翻炒上色 上色以后 把鸡蛋碎放进去 翻炒一下 半分钟后 关火出锅 装盘 美味的青菜 鸡蛋炒面就做好了 吃起来鲜香可口 简直过瘾 喜欢 就赶紧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 就关注我吧 咖啡蛋炒面 切开